对临终病人要怎样开始 首先要尊重 我们关怀这个往生的人 要问问他的家亲人 他平常 他想些什么 愿望是什么 通常生活习惯是些什么 你统统都晓得了 你就晓得我在他病房里面 我应该用什么态度 我应该说些什么话 我应该做些什么事 你就做得很个体 做得很如法 让大家尊敬 不能随着自己意思去做 你觉得是好意 他旁边家亲眷属 他认为你是恶意 他认为你不应该这样做 这不叫吃力不讨好吗 不容易 尤其是对于他的子女 一两个幸福 病人本身也不幸福 一家人都不幸福 这最不容易读点 那是要真智慧 要真正善求方便 更要懂得 这个人生前的爱好 生前的愿望 随着他的爱好 随着他的愿望 来开导 开导的话 简单 明了 言语 越短越好 理论的东西不能讲 这个时候不能讲理论 来不及 这个时候 一定是随着他自己的爱好 来诱导他 你喜欢的东西 你喜求的东西 见到阿弥陀佛 什么愿望啊 都满了 佛会帮助你 如果他不学佛的话 你说加持他不懂 不要一解释 佛会帮助你 佛你对他的真的是有求必应 这个几句话他能听得到 让他听得很欢喜 很安慰 感觉他说 这个前途很有希望 到极乐世界 你生生世世那些好朋友 家庆建树 你都会遇到 佛帮助你 这里面也有不少 很可能 他们已经 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安居落叶了 这些话去遇到他 那 他本身幸福 全家幸福 这个好办 那个 这个 吃宗须知 依照那个 他全 人人都能配合 好办 最难办的就是 家庆眷属 不懂佛法 不信佛法 很难给你合纵 这个时候 要展现你 真实智慧 展现你的 善巧方队 临终开示 在什么时候 该怎么开示 人在命中的时候 他一身 所造的善卧衣 统统这个时候 会陷进 所以我们看到 许许多多病人 在这个 迷流状况之下 也就是 他在临终前 三五天 或者是一个星期 这个时候就有这个现象了 他看到 许许多多的家庆眷属 说这个人来了 在门口 我看见了 那个人在哪里 他看见了 所说的 都是死去的家庆眷属 地藏经上 讲得很清楚 这叫 因尽先前 这个境界很不好 是不是他家庭卷主的 不是 是他的冤情债主 变性家庭卷主的样子 来诱惑他 来带他走 带他去之后就要算账了 要报复了 这些都是地藏经上所说的 凡是有这种现象 善犹在庞卷主立刻提醒他 不要理会 不要管他 不管是什么 提醒他这个 不要管他 老实念佛 他念头一转 他那个境界就没有了 临终开示就这么一句话 那个时候 不能念经 经文太长了 越念他头脑越乱了 那就糟了 也不能讲其他的话 只有一句话 他看到什么东西叫他 不要去理会 一听念佛 出身见读 阿弥陀佛来了 就跟他去 不施阿弥陀佛 不管什么佛菩萨 都不要理会 都不要去管他 临终就开始这么几句话了 守住这个病人 要守几天 就这么一句话 日夜不能见证 时时刻刻提醒他 抱持他的正念 所以这个人的有福报 友善知识在旁边提醒 打断他的妄念 打断冤情债主的诱惑 帮助他提起真意 跟着大家一起念佛 他不能念的时候 体力摔的时候 他能够听 或者我们看到 他嘴在动 这个重要 临终开示 就说这个话 不要说别的 别的他听不进去 就是照顾他 正念分明 什么正念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决定不要被这些 阴尽现前扰乱了 不良功德 韩广章王三 这个境界很少 还是有念词 这是我们所经历到的次数最少 他有念词 那么他一说话 我们立刻把他打乱 不要理他 好 跟我念佛 好 跟我们念佛 不管他是善人 是卧人 是冤家还是亲俗 一看不要理 他要没有声音 没有说这些境界 一句佛号念到底 不用再开始了 学净土的同修祝念 需不需要每隔一段时间 给亡人做中音开示 如果开示 亡人会得到利益吗 这个没有必要 诅念的时候 在他 这个我们一般讲 断气 就是 这个医生的时候 宣布他死亡 最后是 十二个小时 十四个小时 这一段时间的时候 就是一句佛号 帮着他做你 他在临终之前 病重的时候 决定不要讲开始 也不要讲经 也不要去唱念 这些东西都是干扰 就是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开始就一句话 求生尽净土 这是最受用的 不能再教他有 这个这个 其他的想法 那就错了 如果他在这个时候 看到这个 家庭眷属 是故事的 这个有这个现象 这些人来了 提醒他 不要跟他去 等到阿弥陀佛来 看到阿弥陀佛 才可以跟他走 任何人来 任何佛菩萨来 都不要去理会 这一句非常重要 其他的都不要说 一句弥陀念到底 对他是最有受用 这些事情呢 在吃宗须知 吃宗精良里面 说得很清楚 应当多看看 尤其是 发心 帮助这个临终关怀 自己一定要有这些诚实 否则的话呢 你对他就没有好处了 产生负面作用 很多人主张临终 或者已经亡生的超见 要开示 对亡者跟他的冤亲债主 开示 有的人主张 不必开示 一句佛号念到底 哪一种会比较如法 人在没有断气之前 就像医生放弃治疗了 在他没有断气之前 这个时候 一句佛号重要 开示就大现场 不可以 开示的时候 实在讲的时候 只有一句话 如果他说 看到这个人来了 那个人来了 或者看到什么佛菩萨了 跟他讲的时候 不要理会 一句佛号念到底 就这一句开始 如果他已经 这个断气了 已经过去了 那么在中阴 中阴可以开始 中阴可以开始 而开示的时候 简单而要 都是要诱导他 取生进度 一定要叫他 跟着佛走 不要跟别人走 这个时候开示 没有什么讲道理 就是怕他路走错了 走错了 偏差了 把他修正过来 这一点很重要 要跟他说明 念佛的好处 对 不错 也是简单个要 告诉他 念佛的好处 真正利苦得乐 这个有些人呢 这个有些人呢 秦职很深 很重 舍不得离开 家庭卷书 那你就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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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才真正永远 不会离开 这个家庭卷书 别的道具了之后 你就随意流转了 到极乐世界 你有天爷 你有天耳 你有神族 你的神通 居足 居足 你家庭卷书 无论在哪一道 你都知道 有什么样苦难 你都能帮忙 这个是一般人 都很喜欢听的 诸念期间 对病人或亡者的 开示会不一样 恳求老法师 就开示的内容 做一个规范 方便同修参照 这个开示 古来祖师有规矩 我们不能再历了 王者这个时候 最重要的 就是不能起一个忘念 只有一个念头 一些念阿弥陀佛 所以不能有第二个 中开示 这个时候讲开示 错了 这个时候再讲 天经也错了 这个时候就是 一句佛号要紧 最后一念是佛号 决定阿弥陀 随佛法讲 深念一念 这四十八愿日 深念一念 都决定阿弥陀 能不能往生 最后这一念 所以要照顾他 最后一念 念一念都是阿弥陀佛 不可以有第二 那什么时候讲开示 是他看到什么 告诉我 我看到哪个人在门口 所说的都是死人 都是过去的人 他的家经说 某人我看到了 这个时候 念阿弥陀佛 不要管他 就这么一句话 这是对这个灵宗人 是最好的就开始 什么境界心情 都不要管 他看到 这个 这个 地藏菩萨 看到弥勒菩萨 看到释迦牟尼菩萨 不要理他 阿弥陀佛来了 跟他去 看到什么佛菩萨 都不理他 这个是重要的开始 其实一句废话 不能有 一句夹杂 不能有 这个才重要 这个不是讲经讲 开始的时候 若临终人 为三岁以下 患重病的婴儿 请问是否也需要 为他临终开世 为婴幼儿助念 是否跟成人 有不同之处 是有 所以这个婴儿 他还不懂事 三岁以下不懂事 只教他念佛 这个想到佛像 看到佛来了 你就跟他去 这种开始就行 不要说多 多的他 他不能接受 他也太不知道 所以这个佛号不间断 佛像摆在他面前 在家居士 为出家师父助念 当发现不具备 往生条件 又没有任何人开世时 在家居士 能否向出家师父讲 要万元放下 坚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 要一心念 弥陀圣号 这样做 如不如法 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的如法 出家人 在家祝念的时候 也要提醒他 你能够提醒他 你就是佛菩萨 你真的帮助他一把 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 只要看到 他这个意志精神不能集中 这个几句话比什么都重要 千万不要被这个 出家这个形象就吓到了 那你是对佛法是一窍不通 这个佛法 你看哪个经典都给你讲的 佛法是平等法 礼仪上平等 寺上也平等 寺中同修要互相帮忙 尤其是在这个时代 这是乱世 出家人也很辛苦 也很可怜 虽然出家了 是不是真正有机会 听到正法 了解正法 修持正法 都是有许多问号存在 所以我们 见到 有这个机缘 一定要帮助 决定没有疑惑 如果有人病至昏迷状态 因病者及家人都不信佛 故不能用佛号诸念 请问可否与病者前念地藏经 念经之前要如何对病者开示 都不信佛 这个事情麻烦 你要说是 他不相信清楚 他还相信别的法门 那些 他相信哪一个法门 就用哪一个法门的仪归 经论 多好 当然 对于一生都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 灵命宗师 有时候劝他 跟他讲西方极乐世界的 一真与状意义 这个时候 往往他听到 他声唤细细 往年我们在美国 华府 有一位居士 就是在临终时候 才闻到佛号 他往往上看 临终了 一年十年了 都能往上看 这个殊胜因缘 触动他过去身中的深刻 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 两三天里面 他能够功夫不间断 一样有成就 这个我们在四十八月 第十八月里面都看到的 临终的人对他开示 最重要的 劝导他放下誓言 放下足有一切的牵绊 一般人在临终的时候 总对于自己的家一 对于自己的家亲眷属放下 这是很大的障碍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 就是劝他外面放下 一心向佛 随着佛去往生 这是最上场的 那么临终的开示 地藏经上 有榜样 告诉他 把他自己 心爱的宝 他最喜欢的东西 将它变卖 为它修复 这个修复里面 最殊胜的 是供养三宝 供养三宝的方法 塑造佛像 如果财力并不是那么多 现在可以用什么 用硬佛像 我们戒严的里面 这个彩色的画像 这是供养佛宝 印诵经书 那么现在还包括 录像带 录音带 光点 这是法宝 供养法宝 不识出家人 这是供养僧宝 所以把他的积蓄 把他心爱的东西 变卖来供养三宝 以这个功德 会讲给他 让他自己听到 他自己明白 这都是身外之物 他带不走 供养的功德 他可以带走 使他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如果他的财富很多 那就可以修大功能 那这古人 把自己的住职 务师作为道长 这个功德就更大 让我们过去 到南京 去参观 京宁客金处 京宁客金处 是洋人山居室的住职 是他的家 他往生之后 就把他这个家 捐献出来 作为客金处 供养三宝 这个是有财富 有力量的人 这个做法殊胜了 他懂得了 他是行家了 佛学家了 他懂得了 他这个做法了 财师 法师 无为师 通通俱足 一切供养中 罚供养为罪 他把它捐出来 做客金处 我们去参观 这些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杨人山居室 是念佛往生 他要是不念佛 不求往生 这一个功德 他也一定到天上 去想天赋去